是在太热了 热到树上的蛋都爆掉了 这是高雄示范大学 出现了有一对凤头苍 因这竹草孵蛋 还等不到小鸟孵出来 没想到蛋壳竟然整个爆破了 而且蛋壳还弹飞到了十公分外 由于当天是33度的高温 专家研判 有可能是因为了太阳直射的鸟蛋 所以造成了鸟蛋爆裂的情况 发出去了 不然这样 这别写了 在太阳的照射下 鸟蛋还来不及孵化 竟然整个爆破 两片蛋壳还分别弹飞到十公分外 可见得爆破的力道有多大 我真的下来一啄 就可以把它啄到十公分外面 没有这种情形 所以研判应该是整个是炸掉 隔了12分钟 鸟爸爸再度飞回来 却发现辛苦 负予20天的蛋已经破了 里头的胚胎死亡 引来苍蝇围绕 你看他东看看西看看 他觉得不对劲 你看他觉得不对劲 这个鸟蛋爆破奇景发生在7月3号上午 由于当天是33度的高温 鸟类学专家怀疑应该是阳光直射 但才会突然爆破 鸟蛋爆破隔天鸟妈妈回到鸟巢 继续呼吁仅剩的一颗蛋 这回也学聪明了 展开双翅遮阳护蛋 不但如此还雕来龙树叶 挡住日晒和天气抗衡 要让鸟蛋顺利孵化 不过专家研究鸟类30多年都不曾见过鸟蛋突然爆破的景象 天气太热破换自然规律 让人惊讶 终于选季博士网越方高层报道